涉皇类违法犯罪活动 不仅是败坏社会风气 扰乱社会治安秩序 近日呢 广西警方就打掉了一个 涉皇窝点抓获十人 一起来看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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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起来 别动 别动 巴拉利 巴拉利 这是10月18号晚上8点左右 雍宁警方查处了一个 涉皇窝点 据了解 该窝点位于五项路易族裔店内 在此之前 民警在日常工作中就发现 该族裔店的女技师 打扮妖艳 穿着暴露 并且进出的客人 都是成年男子 有涉嫌卖淫嫖娼的重大嫌疑 在确认证据后 警方立即展开查处行动 我们进去之后 在族裔店里面的小房间 发现有三对嫌疑男子 和女技师在房间里面 从事卖淫嫖娼活动 当晚的行动中 民警现场抓获了邓某兰 卢某贵 陈某鹅等10人 其中工作人员1人 涉嫌卖淫嫖娼人员9人 经警方审讯 该族裔店老板邓某兰 对其参与协助组织卖淫 并从中获利的违法事实 供人不会 目前邓某兰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卢某贵 陈某鹅等5人 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给予4人教育后释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